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辈的实力想必至少也是底仙后期了吧 底仙再进一步就是天仙 度过底仙雷阶是要飞升到仙界的 而金仙却是天仙之后的境界 在湖泊看来 墨无忌可以用领域来束缚他 至少是底仙后期的强者 甚至是底仙圆满也说不定 虽然底仙后期能够束缚住他 让他觉得有些害人听闻 不过再厉害的底仙 在散仙面前也是绝不够看的 那是蒙山在何处 前辈 那您能否请那只鸟 不要吸少主的邪了 虎伯这句刚刚说完 那绿袍青年已经扑通一下栽道在地 此刻他脸色苍白 浑身气息虚弱 周身环绕的灵蕴消失无踪 修为更是半点不剩 反倒是甩锅精神熠熠两眼放光 尽管尚未掌回第三条腿 但浑身的灰色羽毛也多出了许多的光泽 他再次让墨无忌感受到了当初甩锅的样子 大爷 我听你的 已经把他洗走我的精血 全部洗回来了 我没杀他呢 甩锅得意洋洋的说完 直飞墨无忌的尖头 虎伯目瞪口呆 倒是旁边还被墨无忌束缚住的中年男子 忽然感觉周身已轻 他急忙撑了过去 将那绿袍青年扶起来 同时送入几枚丹药 墨无忌自然看得出来 甩锅可不仅仅把属于他的精血收回来 而且他还转过来 把那绿袍青年的精血吸收了一空 假如他不放开那个中年男子去救青年 这绿袍青年显然是活不了多久 你很不错 居然还收了利息 墨无忌是极度反感吸收别人精血修炼的 若非这绿袍青年 在前面每天吸收甩锅的精血 他绝不允许甩锅如此之放肆 不过下次甩锅再敢吸收人的精血 就别怪他不客气 甩锅和墨无忌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倒也清楚墨无忌的意思 他跟在墨无忌身边 墨无忌就从未允许过他吸精血 现在听墨无忌的语气有些不对 他赶紧说 大爷 这只是不小心吸了一点点的精血 还有第二次 我扒了你的皮把你炖了 墨无忌毫不客气的说 甩锅是慌忙将脑袋直摇 不会不会 除非大爷让我去做 墨无忌懒得理睬这话 再次把目光落在了虎伯身上 虎伯脸色苍白 看着奄奄一息的绿袍青年 他半上才说 你 你杀了少主 是我在问你话 你再废话 我就真的杀了 是是是 是蒙山 在海义大陆 是海义大陆第一宗门 海义大陆的修饰 可以飞升仙界 没错 虎伯不敢不答 他担心墨无忌 真把他们全杀了 如果墨无忌做了 就算是蒙山的伞仙能找来 也只不过为他们报仇收尸而已 那甩锅是谁抓的 甩锅的仇也报了 墨无忌询问这话 是想要知道如何回到真兴 虎伯知道 甩锅应该就是眼前这头灰猫鸟 他赶紧说 真不是我们 是宗门的一个长老啊 墨无忌暗想 看样子 自己还是需要去一趟圣蒙山呢 那你说说 什么是散仙 为何散仙比天仙和金仙厉害 虎伯心中很是鄙视墨无忌 他怀疑墨无忌刚才有没有认真听他说话 他明明说 无转散仙的实力才可以堪比金仙 什么时候说散仙比金仙和天仙厉害了 散仙也分好几转的好吗 当然这些话虎伯是不敢说出来的 他只是恭敬地答道 散仙 就是地仙堵截失败 保住元神 散仙就是这些地仙的元神重修而来 一转散仙就是底仙元神第一次雷截后的境界 二转散仙就是第二次雷截后 元神能读截 莫无忌惊异地问 元神连肉身都没了 如何读截 更何况元神最怕的就是雷截 虎伯知道莫无忌一无所知 他只能不言其凡地解释 元神的雷截和天仙雷截不同 威力并不会比天仙雷截弱 散仙只要准备好足够的天才地宝 然后加上法宝 这是有机会杜截成功的 每一次杜截成功 散仙的身体便更加凝联 神通也更强 听说散仙第九次杜截成功 便可直接凝聚肉身 飞升仙界 成为大乙仙 你又是如何得知大乙仙 莫无忌有些惊讶了 他没想到 从修真截飞升以后 还有机会直升大乙仙 这简直太逆天了 地仙杜截失败后 可以转修散仙 果然是天道不绝 总给人留上一线生计 莫无忌知道 这种杜截失败转修的散修 和没有宗门那种散仙 完全是两个概念 因为 沈蒙山的功法非常有利于转修散仙 所以沈蒙山的散仙最多 也因为散仙实力强 可以和仙界的沈蒙山沟通信息 这才知道仙界各种举动 沈蒙山在仙界有宗门 莫无忌本就打算去一趟海翼大陆 他除了想知道能不能从海翼大陆前往仙界 还想找到那个抓到甩锅的修士 有三名散仙 一名五转 一名二转 还有一名一转 吴伯老实回答 既然如此 前面带路吧 我要去一趟海翼大陆 听说没有八转或九转散仙 莫无忌当即就说 虽说他不惧八转或九转的散仙 但还是小心使得万年传 前辈要去海翼大陆 吴伯精益的看着莫无忌 你只管带路就好 别那么多废话 莫无忌毫不客气 吴伯跟着就感受到周围空间一松 他赶紧一攻身 一步走向了控制飞船的地方 只有尽快赶到慎蒙山 才有机会救回哨主来 海翼大陆说是大陆 实则也是浩瀚星空一颗星球 当虎搏的飞船进入了海翼大陆之后 莫无忌的神念便看出来 这颗星球比真星可不知大上多少倍 灵气更非真星可比 难怪这里能够出现 堪比金仙的强者 对一个尚未转化先缘的修士来说 这里的确是修炼圣地 圣蒙山的山门异常雄壮宏大 不知圣蒙山是如何得知莫无忌的到来 虎搏刚刚带着莫无忌来到山门之外 一星十多人便从宗门里走了出来 莫无忌一看这行人 他当即知道虎搏还真是没吹牛 这一星十多人里至少有五名地仙强者 还有两名身体半虚半实 原力更是在体表隐约流动 看起来气势比那五名地仙还要来得强大 莫无忌估计 这两人应该就是虎搏口中的散仙 敌人沈蒙山主唐安轩 仓促之间得知道友远道而来 唐安轩有时远迎 还请道友莫怪 为首的是一名地仙四层的中年男子 这家伙好像没看见被人背着的绿袍青年 语气非常的和煦客气 莫无忌点点头 目光从那两个散仙身上扫过去 他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询问一下这两个散仙 他们是如何与仙界沟通 当然莫无忌也知道 是蒙山绝不会和他好好说话的 看见莫无忌只是点了点头 站在唐安轩身后的那名身材矮小的男子 冷哼一声杀气环绕 莫无忌是一眼就看出了这家伙的修为 地仙七层比唐安轩还要高尚一些 显然唐安轩的地位比他高 他只是稍稍摆手 那矮小男子便收敛了自己的杀气 倒是那两个散仙 一直低眉垂手 就像没见到莫无忌一样 还未请教 导游怎么成活 唐安轩一直满面笑容 督亮看样子就不是一般的大 莫无忌 哈 久仰久仰 唐安轩也不知久仰莫无忌什么 他的嘴巴就像霍了滑腻的牛奶一样 张口就来 我来给莫道友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盛蒙山五转散仙长老 令莲 莫无忌早就注意到这令莲了 这家伙低眉垂手 似乎没看见自己 但是满脸都是阴质 和他阴质的脸有些相反的是 他有一双极其好看的手掌 手指修长 如同女子一般 普通人也许看不出来 但莫无忌一看就知道 这家伙的身体并不凝实 看样子 虎伯说散仙是元神杜劫 倒是真的 见莫无忌也不理睬令莲 唐安轩心中安静 但他表面仍然是波澜不清 继续为莫无忌介绍 田子宗 短发老者 帝仙九层 刚才那个充满杀鸡的矮小男子 叫做韩琪 帝仙七层 这两个家伙 是盛蒙山的第一和第二长老 至于另一名二转散仙行风 看起来颇有些销售 尽管看起来 众人都是出来迎接莫无忌的 但事实上 唐安轩在介绍的时候 没有人对莫无忌有所表示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